Hello,大家好,我是天成 今天我们来走一走PRISMA CREAK TRAIL 这公园是以高大的沿海红山而为名 从公园的本部可以看到海岸和半月湾的壮丽景色 下面我们一起来走走吧 这条路线一上来都是下坡,非常轻松 但这也意味着回尘会非常吃力 在高大的红山森林里徒步真的很惬意 这些红山是世界上最高的真叶树 主要分布于北加州的太平洋海 这里凉爽的沿海空气和雾 使森林全年保持湿润 最高的红山可以长到115米 它们的树皮非常厚,可以达到30厘米 刚露出来的时候呈明亮的红褐色 因此称为红山 风化后颜色会变得很深 大家看这里有一棵树 它的树根都裸露在外面了 感觉是因为这里的泥土太干 所以泥土已经脱落了 把根露在外面 这蓝色的小花俗称阔叶无望我 在加州也是一种入侵物种 大家看我们可以从这里直接看到半叶弯的景色 也可以直接看到大海 中间这段路上没有树荫 不过视野非常开阔 这叫牛防风 该物种被广泛认为是奶牛绵羊和山羊的宝贵木草 早期的美国定居者会将这些植物煮熟 去皮的金改类似于芹菜 因此而产生了苏名印第安芹菜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路线又开始上坡了 感觉这里还非常逗的 我们这就走到Trial的尽头了 这边有一个标牌显示这里是终点 感觉后面的路被一些树所遮挡了 所以我没法继续向前 这条路线意外的很难走 我一开始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 上坡下坡如此之多 这是一条适合锻炼的路线 大家千万不要被一开始一路下坡所迷惑 因为回来的时候会非常累 不过这也是一条比较阴凉的路线 可以看到远处的半远弯 我给死刑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记得给我点个赞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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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